太阳的绚烂夺目 流星的召唤 还有群星的眨眼事宜 这些都在试图赢得它的欣赏 对于磁针的本性来说 却能在阳光和风暴之中 不受影响坚定不移 分毫不差地指向北极星 因为北极星远离人类 庄严又稳定地运行在它的轨道之上 已超过25万多年 而其他星体在过去的年岁中 总是以北极星为中心 始终不屑地运行在它的周围 人生的道路上总会出现 这样那样的发光体 对你进行着吸引和召唤 使你脱离你那宝贵的既定目标 让你不再把握真理 不再明确地承担责任 然而吸引毕竟只是吸引 就像月亮流光流星溢彩一样 它们永远不可能为我们指明方向 当你的目标一旦确定 就应当向罗盘上的指针 坚持不懈地指向你的北极星 你所确立的人生目标 第十二章凝聚力量 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章再会 欢迎收听 奋力向前 生而未赢 人生不言败 第十三章 热忱的胜利 我们热衷的工作 可以让我们忘记劳作的辛苦 最能表达人类真诚的确凿证据 就是你为了某项原则奉献终身 言语 金钱的付出相对容易 但当一个人将日常生活中 所有时间都倾注于实践某项真理 那么显然 他已经受其支配了 无论这真理是什么内容 千万要留住你的激情 也许我们曾有过辉煌时刻 留下那些值得赞美的事迹 因为那是你的兴趣之所在 它可以丰富你的人生 让你的生活更加完美 在巴黎一间美术馆里 有这样一座美丽的雕像 这件作品却出自于 一名贫困的雕刻家 他工作并生活在一间 窄小的阁楼内 当他即将完成作品的 黏土模型时 一场大霜洞 袭击了这座城市 他非常清楚 如果黏土间隙的水分 被冻结的话 那他的心血和努力就白费了 因此 他将自己的睡衣包裹在 他的作品上 第二天 他被发现冻死在了工作室 但他的构思 他的作品却得以保存下来 并且成为世界上 一件不朽的杰作 亨利克莱说过 我不知道当与他人谈及重要的事情时 该做何种反应 但当我处在这种场合之时 对于外部的一切 我似乎已毫无关注 此时 我全身贯注地将精力 集中在眼前的事情之上 我已不再有个人的意识 也没有了时间的概念 所有周围的一切 都不在我的眼中 银行绝不会变得很成功 一位著名的金融专家说 除非可以雇用到 一位废寝忘食的总裁 这就是激情的作用 激情往往给一些枯燥乏味 撕扮无趣的职业 以新的汉意 当年轻情侣二一加身时 他们对于对方的观察 也更加的敏锐 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 也许就是这个道理 在对方的身上 他可以找到 上百种的美德和诱人之处 而这是他人很难发现的 因此 当一个人充满活力和激情时 他个人的洞察力会得到提升 视野相对放宽 能够观察到其他人 在日常所无法看到的地方 要知道 这一切都是对你所经历的 艰难困苦的补偿 迪更斯说 当他初步具备了某一故事的创作构想时 他会为剧中的情节和人物的创作而煞费苦心 他会终日以此为念 犹如着魔一般 他会因此而无法安心 不思茶饭 直到最后完成他的作品 他曾为了完成一份初稿 把自己关了整整一个月 等到人们再次见到他从房间里出来时 他已憔悴得如同一个杀人犯 受尽了他所创作角色 多个昼夜不停的折磨 我敬爱的创作大师先生 我也想搞一些创作 你教我怎么做 此话出自一位十二岁的少年之口 他曾在钢琴演奏方面表现了过人的记忆 不行 不行 莫扎特断然地答道 你还太年轻 这名男孩很是不服气 他脱口而出 可你当初搞创作的时候 比我还年轻呢 的确 我最初创作时比你现在要年轻 但我从来不问这样的问题 这位伟大的作曲家补充道 当一个人真正具有了创作激情之时 他是必须要完成他的创作的 无论任何事物 即便是他本人都无法阻止内心激情的涌动 格莱斯顿曾说过 激发一个孩子内心深处的热忱 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每一个孩子的身上都有着常人无法看到 但却对他本人非常有用的东西 这些东西并不只是那些出色的和聪明的孩子才有的 即使在那些反应迟缓 看上去有些愚钝的孩子身上也一样存在 因为呆笨只是表面现象 如果他们具有了完美的内心热情 你会惊奇地发现 之前流露出的迟缓笨呆 竟在这种热情的影响下日渐散去 最终在他的身上消失得一干二净 格斯特尔曾是一名不为人知的匈牙利人 然而经过大剧院的首演 他立刻声明确起 他表现的激情令观众着迷 在不足一周的时间内 他变得大受欢迎而独立发展 他浑身充满了成长和进步的激情 他将内心中所拥有的能量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了 个人的自我改进和提高之中 所有艺术作品的诞生 都是由于他的创作者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这些艺术家会因此而沉醉 他们会因此而变得不眠不休 直到他们的艺术构思得以完美地展示于人间 是这样 我已尽了我最大的努力 当一名评论家表达了对马里布朗 能够从低音地上升三个八度音节 唱到高音地的钦佩之情时 他这样说道 为了做到这一切 我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 我无时不在训练和琢磨 无论是晨起梳洗时还是外出穿衣时 我都在练习发这个音 而就在这一个月的苦练之后 在一次一边穿鞋一边进行了练习中 我终于成功了 埃莫生曾说 如果细数世界上所有庄严伟大的时刻 无一不是激情成就的典范 我们就以汉姆汉德为例 阿拉伯人在他的领导下 仅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 就建立了比当初罗马帝国 还要辽阔的属于他自己的王国 他们的作为超乎人们的想象 他们没有盔甲 但是用信念武装自己 这让他们的战斗力不亚于那些骑兵部队 在他们的队伍中 男女骑上阵同亲协力 征服了罗马帝国 他们的装备不是很好 而且生活条件也相当的糟糕 但他们是一支自律的部队 对阵时 他们没有美酒和鲜肉的攻击 却靠着大麦先后征服了亚洲 非洲 西班牙 哈利法欧玛雅手中的拐杖 比常人手中的利剑 还让人害怕 就是这份激情和活力 才是当初的拿破仑 在两周内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而在常人看来 这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 这些法国人太不可思议了 他们简直就是神兵从天而降 奥地利人战后这样惊叹地评书着 在15天的时间里 拿破仑就在意大利战役中 取得了6场胜利 共缴获21面军旗 55门加农炮 还有多达15000名俘虏 他就是这样征服了 皮尔蒙特高原 欢迎收听 奋力向前 生而未赢 人生不言败 第十三章 第二节 在一场压倒性的胜利之后 一位战败的奥地利上将说道 这位指挥官太年轻了 他一点也不懂得作战的艺术 完全就是一个无知的笨蛋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 然而 就是这位小班长带领他的一小队士兵 活力百倍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 取得了让人意想不到的胜利 博伊德将军说 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体现了三心二意和一心一意的区别 他们所带来的是 显而易见的失败和精彩的胜利 纳尔逊在一次严重的危机面前说道 如果我此时告别人世 你会发现 我的心口上镌刻着四个字 给我军舰 法国英雄圣女珍德 手持利剑和盛起 开始对法国军队的作战 就因为他对自己使命的坚定信念 带给法军让人震撼的激情斗志 这就是法国的国王和大臣 也无法带给这些士兵的 他的热情感染了士兵 征服了整个战场 出色的伟业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只要你明白自己的能量所在 但人们有时就像被拴住的骏马一样 他是不会意识到自己还有更大的能力 除非你放开他 让他独立奔跑 缺乏热忱不可能带领军队走向胜利 也不会让艺术品活灵活现 不会让人们谱写出高雅的音乐 也无法征服 威力无穷的自然 不懂得利用热忱 人们无法建立宏伟的建筑 无法完全投入到 诗歌创作之中 更不可能为慈善事业 做出贡献 热忱就像我们的双手一样重要 我用它塑造了迪比斯城门上门农的雕像 正是热忱让伽利略举起了望远镜 让全世界在其视野内沉浮 正是热忱让哥伦布历尽艰险之后 享受到巴哈马群岛的尘风吹拂 正是热忱为人们的自由而战 还是他令原始森林中的人们 逐步踏上文明之路 也是因为热忱 米尔顿和莎士比亚 才写下一页页流传千古的名篇 赫拉斯格里利说 只有高尚的工人 有活力地投入他的工作之中 才能创造出最好的劳动成果 最好的工作方法是诚信 萨维尼说 你可以将你内心的真诚表现在言论上 真诚可以帮你克服很多缺点 首先你要学习 学习再学习 否则再有才华也无用物之地 即使为了掌握很简单的一个环节 我都曾花费了几年的时间 有一种干劲 冲动 热情甚至达到一种狂热的程度 这种热忱多出现在我们美国公民性格和生活中 在热带国家 也许你不会发现这种情况 50年前这种品质还不曾出现 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也不会出现 但对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影响 已延展开来 在那里 一个人想要取得成功 他就必须拿出他生命中所有的激情和活力 这种品质 在过去只是少数伟人所能够拥有的 而现在已经遍布全国 成为一种民族的性情 激情是一种存在 在你工作时普遍你全身每个细胞之中 也正是内心所渴望的一种快感 也就是这份激情 让维克多余果为了完成他的巴黎圣母院 将外衣都锁进柜子里直到完岗 著名演员加里克也很好地诠释了热忱这一概念 一次 一位事业受挫的牧师 向他咨询赢得观众的秘诀 加里克告诉他 你总是把最真实的事情或是你认为是真实的事情 讲得仿佛你自己都不大相信 而我总是把一些我知道的是假的 或者是虚构的事情 说得就如我是骨子里相信他们 是真实的 有三个人曾做过一个游戏 分别写下他们见过性格最好的朋友 当他进入房间时 每个人都感到他精神焕发 下次他刚服了一剂补药 收拾了一剂